这一集我们讲几个食肉动物 凌晨8点 0点到8点 是狸猫 8点到16点 是豹 16点到晚上的0点 老虎 前面有杂食 有饰草 这两个系列子属丑牛 都有 但是这个全都是食肉动物 那又 什么共同点呢 三个 都很 同样的身姿 皎洁 很灵活 又同样的 都是独行动物 这个又很特别 首先我们看这个 猫 狸猫 换太子 是吧 很珍贵 虽然是后来 人世的历史 给它 附会上去的 但我们 不停的 这样念 也会 它有 特别的 一个 力量 附在上去 那更主要的 就是日常态 这个 狸猫 可能 偏于 小巧一点 然后 它应该是 最灵活的 比老虎 豹 还有灵活 它是老师 但是它可能说 相对于更文艺一点 不像那两个 那么的 太过于凶残 毕竟是 小动物 都是猫可动物 这几个 这个共性 就比较多了 这个人 它就比较的 过于太敏感 防范意识很强 因为猫 警惕性很强 尤其它是 小的动物 风水草动物 它并不是 食物连的顶段 所以它呢 往往就是 这个整个生肖 可能都是 比较的 个人主义 独性下 然后猫呢 它又是 九条命 这种人 可以说是 生命很大 精力很旺盛 生命力很强 对应的 做人做事 也是会应该 这些方面 那我们然后先 看看豹 这个豹 最大的特点 是什么 那一定是 跑得快 它是陆地上动物 跑得最快 我们以前看过 这个动画片 还记不记得 鹰的眼睛 豹的速度 狼的耳朵 熊的力量 那这个对应的 人的类型 你是运动型的 你是靠这个 能 增幅 这是你的特长 那同时呢 猫科类的 也都会有这个 对应人的特象 甚至说长相 你看你这个 是不是长得像豹 仔细看一看 两个对比照片 跟其他的就没有那么像 那然后豹 我们知道有这个猎豹 金钱豹 大多数这种豹 现场都会有班 可能你呢 就比较在乎 这个外表 当然那也是你的优势 那同时呢 比较在乎伪装 对不对 华士 那不一定就是浮华 但是你有你的能力所在 那相对于来说 最后一个老虎 头上一个王子 这是天给他的 那自然是动物界最强 当然了 你说狮子跟老虎打架 那可能各有胜负 这个王者风范呢 是深圣不可侵犯 而且领地意识非常强 一山难容二荷 我们去对应一下自己 对视频 对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